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姑侄之间更一定是有默契的 于是 当对面的姑姑突然对着子澜上仙身后喊了一声烟制的时候 凤九就准备好了 果然 子澜上仙转身了 果然 凤九一个手刀就劈下去了 虽然有些辣椒是小的辣 但姜一定是老的辣 角角明月 袭袭清风 乌漆漠黑的一族树林子里 白家截止目前唯一的独苗 青秋人才白凤九 正双手抓着子澜上仙后背的衣裳 嘴里叼着不伦不类绑了个箭头的同龄 艰难地站着 现阶段 凤九的想法如下第一 子澜上仙看着瘦 实际上挺重啊 姑姑能单手抓着 果然修为深厚 第二 白家的杂果然是放养 大半夜的 姑姑真就把她一个人扔在这树林子里 腌制她又不是不认识 哪里就尴尬了 说白了不就是怕姑父找不到她着急吗 骗狐狸是不对的 第三 腌制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铃铛声 你还有多久能到 你再不来 我把你的小补快扔地上了呀 急匆匆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凤九感动地发现 她过命的朋友 如今的异界女军胭脂殿下 穿着一身雪白的单衣 正赶过来为她解围 子澜 一声痛呼响起 凤九眼睁睁地看着她过命的朋友 搜得一下就飞了过来 一把抢过她兢兢业业拎了许久的昆仑须弟子 速度快得她都没看清 等她看清时 她过命的朋友正抱着抢过去的战利品跌坐在地上 焦急又心疼的 没完没了地问着被她披晕的战利品 子澜 子澜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你醒醒啊 子澜 子澜 这一刻 凤九觉得戏本子上的话是偏颇的 不单单是男人 女人也是重色轻友的 默默把铃铛拿下来 整理了一下 默默地放回怀里 凤九静静地等着 等着她过命的朋友发现 她还在这站着呢 凤九 子澜怎么了 终于发现她了 不过 这个问题她该怎么回答 不好意思 被我劈晕的 胭脂 你先别着急 凤九的脑子努力转着 故事 要半真半假才有人信 我家里人突然带着我去昆仑须提亲 墨渊上神随手一指 就挑中了子澜上仙 可子澜上仙当面承认她喜欢的是你 对提亲宁死不从 凤九卡住了 往下该怎么编 最核心的问题 是谁把子澜上仙打成这样的 是谁 是谁啊 谁能干这个事啊 不过 胭脂似乎一点也不关心 到底谁是凶手 只是将子澜上仙抱得更紧了一些 脸都贴人家脸上了 凤九觉得 此时不攻城身退 留下来就是碍眼了 胭脂 你收好子澜上仙 我先走了 走在异界的树林里 凤九感慨地觉得 天地疏阔 月朗风轻 稍微有点冷 突然想起了什么 凤九脸色一变 停下脚步 子澜上仙说 她发过誓的 有个人曾经告诉过她 违逆了誓言 必有天法 神色有些凝重地又转过了身 找了个刚好能看到 胭脂和子澜上仙的角度 藏了起来 看着看着 凝重的脸色就梳开了 额尖的凤尾花 因为脸红 显得更加明艳 子澜上仙啊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是你先给胭脂抹眼泪的 我看见了 你们俩怎么不说话呀 胭脂这个姿势省力 多久都不会累 不过好像反了 画本子里 都是公子坐在地上 抱着小姐的 凤九自顾自地偷看着 红唇勤笑 顾盼流波 殊不知 自己此刻 亦是一道绝美画 一直映在一双 深不见底的眼眸中 忽然 原本晴朗的夜空 划过一道闪电 凤九吓了一跳 可远处的子澜上仙 仿佛受到的惊吓更大 连忙抽了手 干净利落地 正开胭脂的怀抱 背对着胭脂 长身而立 如今天族与一族修好 还望女军妥善治理意见 约束族人 教养储君 好一番 尊尊善诱 凤九心中一疼 欺然一笑 天族与天族 果然脑子是一样的 小不快 胭脂慢慢站了起来 一身雪白单衣 在夜色中分外苍凉 你想不想我 久久的沉默 寂静中 只闻片片叶子 阴流不住远去的清风 沙沙乌液 又是一道闪电 子澜上仙终于动了 仿佛下了好大的力气 迈出一步 紧接着 两步 三步 越走越快 我喜欢你 闪电将胭制的面旁 映得更加苍白 东营岛上你问我的话 我现在回答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子澜上仙身子一晃 却并没有停下脚步 凤九含着眼泪 笑了 真被他猜中了 为了誓言 果真要受到惩罚 一般来说 两道闪电之间 怎么也要隔半斩茶的功夫 不会隔得这么近 一般来说 闪电都是在天上 不会落下来 更不会直直地 冲着一个人过去 不过今夜 注定一切都不一般 子澜 七晚的女声响起 满是绝望 电光火时间 一袭红衣灿如流火 浮落了树叶 化作翩仙蝴蝶 去追随清风 久而 这一次 曾经萧金断玉的 蒸然之声 再也不是往日的 冰冷淡漠 这一次 在映白了 整个天地的电光中 那曾经 稳如山月的身影 紫衣飘飘 急如红波 这一次 仙尘不染的银发下 那张面庞 终于有了人人都能看懂的神色 八尾红湖白凤九认为 他这只狐狸虽然有点傻 但胜在勇气可嘉 譬如这一次 明知这闪电是九天落下 为了惩戒为世之人的雷伐 他还是蓄谋已久地赢了上去 不过 当背上被擦着边儿劈了一记 痛得他心神恍惚的时候 他还是有些耸了的在想 第一道就这么疼 后面还有多少 心神恍惚中 他听见有个很熟悉 却又仿佛从没听过的声音 在叫他 叫的还是他好久好久以前的名字 有人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挺用劲地扯了一下 他晕晕乎乎地转了个圈 整个身子都撞到了人家怀里 还没等他说对不起 一声乍响 第二道雷伐就过来了 他赶紧闭上眼睛 准备扛着 身上一点也不痛 刚刚那道雷伐呢 迷茫地睁开眼 暗紫色的衣裳 微蕊声光地 垂下来的几缕白发 泛着冰雪般的光泽 他被紧紧地抱着 自半空中 慢慢地向下落着 凤九笑了 往那个温暖的怀里 又靠了靠 这雷伐虽然疼 但是能打的人神志不清 也挺好的 青秋白家都是一根筋 所以想事情慢一些 连这两道雷伐 都是指纹其声不觉其疼 事情好像有点不对 九尾狐狸是走兽 所以只有落到了地上 脑子才能好使一些 稳稳当当地站在了地上 还是被人抱着 宽阔的胸膛 挡住了他眼前的月光 好了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